看台北市虎林街附近呢 目前正在盖捷运松山县 那么施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附近的很多住户投诉呢 就是因为施工的不当 导致他们的房子严重军裂 还波及到附近 百年历史的城隍庙 庙方也很愤怒表示呢 因为这个房子有这个庙有问题 当初向这个捷运局申请了430万修缮费 遭到拒绝 因为延屋补强目前问题更严重了 现在要修复呢 至少得花730万 捷运松山县公务员们忙进忙出 还有雪泥车不断翻搅雪泥 不过就是因为该捷运 导致附近住户房子严重军裂 墙壁裂一大片 看起来相当吓人 在这里住了18年 住户们好生气 痛骂捷运松山县事工不当 贵了家园 一家我以前没了 都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你看我们最后的地团厨都没了 地下有很多的寒馆 那很多寒馆都并不是捷运局他们所刚开始预期的 所以它变成说因为要处理寒馆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挖更深的地基 那挖更深的地基就会影响到旁边的租屋的建筑结构 保守捷运施工所苦的还有最佳百年成皇庙 真的很夸张来看到这个室内这边钢筋已经完全是裸露了情形 而且墙壁上你可以看到裂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很担心这个墙有可能会塌下来 所以赶紧呢 庙方用了钢条把它固定住 地板还裂成蜘蛛网状 甚至高地不平 有石原硬币这么深 夸张的是捷运一事工后没几年 庙方就发现军列问题 去年向捷运局申请收散费430万 却被回绝 今年收散费暴增300万 需730万才能解决 引发争议捷运局表示 去年没立即收散是因还有工程在附近 今年该区域已经完工 所以同意拨款帮忙复原 要让百年成皇庙早日恢复昔日光彩 这是完全理解台北三分报道